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前 科技不发达 交通不方便 我们人的生活 活动范围很小 甚至有少数人 生长在他那个村庄 一生都没有离开过 县城都没去过 临近的村庄看得见老死不相往来啊 那个生活也不错 非常安定 有些自在啊 因此 佛教教育要普及 就必须要见许许多多的寺院 方便大家求学啊 实在讲 中国这个教育 佛教教育 比任何教育都要广泛 到处都有小寺院 那么往往有不少小的寺院 接受大的寺院 知道 他们之间没有同下的关系 有涟漪 在教学上有辅导的关系 那么这就形成中国以后丛林里面的宗派 每一个寺院 由他多列的道风 学风 成为一个学派 成就许许多多的人才 我在找您 亲近方东美先生 方老师曾经多次跟我说 如果要佛教恢复 他说 一定要恢复丛林之度 他这个话 给我讲过很多遍 我们想一想 他的话 不无道理 现在 我们要想 挽救世道人心 现在是非常迫切的需要 人心没有归宜 没有依靠 没有归宿 每一天胡思乱想 造成整个社会的不安 这是大问题 不是小问题 自古以来 这些圣者佛菩萨 他们有智慧 他们有智慧 有慈悲心 热爱众生 骄傲众生 佛家将以种种善调方便 帮助一些众生 转悟为善 转迷为悟 转返成神 所以 尽心尽力 从事于教学的工作 所以 丛林发挥了很大的效应 在今天还是需要 我在十二年前 第一次到北京 拜访赵普朗 那个时候 他身体还很不错 我就会给他谈起这些问题 他也非常赞认 今天在中国 这么大的国家 科技发达 交通便接 道场不要多 建十个道场就够了 将全国的人力 财力 物力集中 建十个大道场 为什么建十个呢? 佛教有十个宗派 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 不要分散 分散之后 什么事情都办不成功 人力 财力 全分散 能成就什么事情 从前到处建小道场 是不得已 没有法子 现在很方便 从北京到新加坡 六个小时就到了 所以建一个道场就够了 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 道场用什么形式来建? 模仿外国的大学城 用这个方式来建 你看我们到外国去看 人家一个学校 一个学校就是一个城市 这等我们去参观了 这一个大学城里面 我们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修行的部分 一个是研究的部分 研究部分称佛学院 修学的部分我们称学会 像净土宗 净宗学院 净宗学院 净宗学会 两个部分 和在一起 这是净土宗的大道场 天台中建一个 新手中建一个 法相中建一个 每一个宗派 每一个宗派建一个道场 佛法就全面都复兴起来了 佛劳停了之后很欢喜 这是个很好的构想 现在交通方便 就是坐火车 几天也就到了 两三天的行程 不像从前 从前要走路 非常非常辛苦 一千里路走十几天 所以非常不方便 现在交通太方便 太便捷了 所以一定要把 人力财力物力 统统集中 建大道场 不建小道场